第四季 浩月听我提起黄敬,心中也就有了数 嗯,黄敬是采办实财的太监,在御书房里应该还是有一些办法的 芙蓉锦杀战外,黄敬恭敬地跪着 对于她这样一个采办太监,是没有资格见妃子的 更何况我是皇后 心中有一些想象,若不是五宠,这蜜枣我还不是想要就会有的吗 今日,却要摆这个架势 黄敬,本宫想要你去御膳房,拿一些南山金丝桂香蜜枣来,你可办得到 这... 黄敬犹豫了一会儿才说,实不相瞒 这蜜枣可是只有皇上才可以品尝到的食物 她只是一个小小的采办太监,哪有机会接近这么稀罕的物件 我示意了昊月以下,只是不作声地喝着茶 这芙蓉锦杀纹路虽密,可是却能将外面的情景看得清楚 只见昊月在黄敬的耳边说了两句,那是我早就交代好的 据我所知,黄敬有一个兄弟在劳军效力,差事繁重辛苦,军饷却是不多,我已将他调到护城军为条件,黄敬定能接受,果然,黄敬的眼睛一亮 昊月刚回到帐中,就听见黄敬说道 娘娘要是实在想吃这蜜枣,奴才想法子给你弄的 皇上不惜甜食,又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珍贵的食材 只是,多了,奴才可就弄不来 不用多,一两足矣 当天下午,黄敬就把南山金丝桂香蜜枣送来了 我也托人向二哥打了招呼 这等小事,对于身为将军的他来说,自然是再简单不过的 昊月精心地把子孙伯伯做好 我仔细挑了一只凤五九天的朱七木匣 又从院中采了几朵桃花 一切装好之后,吩咐紫英、玉梅、小福子、小喜子 小心地送去柳飞的昭阳宫 直到晚上,还不见他们四个人回来 我心中有一些焦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夜色渐农,终于派出去打摊的小鹿子回来了 他气喘吁吁地说 娘娘,他们被柳飞扣去了 不过奴才去的时候已经放人了 现在正在回来的路上 奴才怕娘娘等得及,就先回来报信 扣下了,为什么,得罪了柳飞不成 小鹿子没有回话 此时,紫英、玉梅、小福子和小喜子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娘娘 紫英一下子跪在我的面前哭了起来 其他的人也是跟着抽气着跪下 我上前扶起他们 昊月、惠菊和新兰给他们擦着泪 我回身坐下 看着他们渐渐停止地哭泣 才柳飞地问道 说吧,出了什么事 小福子擦了擦眼睛说 娘娘,今儿个凤娘娘的一旨 给柳飞送贺礼 刚走到少阳宫门口 就被门外的侍卫拦下了 那些侍卫好凶啊 仔细验过腰牌通报了 才让我们进去 巧的是,皇上也在 我们进去时 皇上正在跟柳飞说着话 身边站着和飞 我们只好在一旁候着 等皇上说完话 柳飞问我们是哪个宫来的 我刚说是昆宁宫 柳飞脸色就变了 说着,紫英突然又是哽咽了 我转头看着玉梅 内心不是不愤怒的 但是,我没有说话 玉梅接着紫英的话说 皇上笑着说 您做的还算是得体 柳飞的脸色变得好快 一眨眼就又笑了 柳飞让我们现在侧电候着 还让丫鬟们好好招待 可是我们等了很久 却一直不得召见 就这样 一直到晚餐时间才召见我们 可谁从想 她看见诗盒里的子孙伯伯就生气了 硬说您,那样好心 还逼着我们吃 我们哪敢呀 她就让身边的太极影塞 还打了小福子和小鹿子 小姐,奇怪呀 咱们又没有什么不对的 她凭什么打他们呀 浩月愤愤地说 我苦笑了一下 自己怎么就这么糊涂 没有想到呢 柳飞一定是恨我的呀 这后卫本应该是她的 却突然降到了我的头上 现在她有了身孕 当然也是很小心 怕这个宫里会有人害她 我这个时候送吃食去 她自然会起疑心 是我没有想的周全 连累了他们四个呀 怪我没有想的周全 你们吃苦了 快下去好好歇着吧 我摆摆手 让惠菊 新兰 带着他们下去擦药 我站起了身 浩月 跟我去烟波亭吧 小姐 这么晚你去什么烟波亭啊 啊 心里憋得慌 就让小荣子跟着我吧 她也懂一点功夫 就别惊动侍卫了 小姐 浩月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看到我坚决的神色 叹了口气 回到内室取了青球披风给我 穿这么厚做什么 已经三月了呀 晚上冷 您身子不好 别着了凉 浩月坚持地给我披上 我就依了她 夜有些深了 穿过御花园时 我也是有一些害怕 小心地避开了寻夜的侍卫 来到了烟波亭 没有带秦 却带了三哥 去年从江南回来 送给我的紫玉玲花销 让浩月和小荣子在一旁候着 我靠庭而立 望着远处的西凤台 我在想 自己当初的决定 是不是正确的 到底是想办法得到皇帝的垂青 做一个有底气的皇后 也为凌家 在朝廷的势力做一些保障 还是随皇上心中所愿的那样 默默地闭试 安静地 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后呢 风吹起了我发际间的长发 我不禁裹紧了身上的青球披风 手触及紫玉玲花销 有一点凉 想起了远在江南的三哥 从小三哥是最疼我的 大哥深沉 又比我年长许多 我懂事起 大哥已经在朝为官了 而二哥呢 在军营的时间多过于在家 只有三哥比我大不了多少 从小一起从事 什么他都是护着我的 这消 是我无意中向他提起 没想到三哥就细心地搜罗来送给我 而今我在皇宫中 见不到任何的亲人 且这个皇后也是有名无实 想必是 却是避不开 到底该怎么办呢 吹起了三哥最喜欢的流水浮灯 略带哀怨的曲子 飘荡在西子湖上 突然有人拍手 我惊得回身 隔着雨沙帘 借着月色 能看出来是一个男子 什么人 夜色中 一道寒光 小容子的长剑 搭在了那个人的尖头 浩月连忙跑进帐中 来到了我的身边 低声地说 我怎么胖啊 小姐 我没有说话 心跳得很厉害 夜空中 想起那男子爽浪的笑声 小容子不敢妄动 姑娘 好笑声 敢问 您是 我强坐镇定 那人没有说话 手中变出一只白玉霄 夜色下闪着温润的光 仿佛他的肩头没有利剑 自如地吹着我刚才的那一曲流水浮灯 却是不一样的感觉 少了哀碗 多了清零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被他的销声吸引 他销声的水平在我之上啊 可是 这世间 在我之上的人 又能有几个 您现在所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南音波讲的 黎晃 我的乐器音律 是大西朝造诣最高的乐师 清留子所教 当年 他流落京城 被父亲所救 在凌家当门课时教了我 之后 被父亲举荐 进入宫廷当了乐师 深受先帝喜爱 封为天下乐师第一人 可遗憾的是 他再未收过弟子 我从事与他的事 父亲也是从未向外人说起 我暗暗地吃惊着 一曲中了 我竟然出乎意料地 不由地拍起手来 莲外的人双手一一 看着远处的一盏渐进的宫灯 信口死了 说完 他转身匆匆地离去 远处的宫灯与那么渐远的身影会合 一同朝廊外走去 小姐 浩月怯怯地叫了我一声 我收回了目光 啊 啊 回宫吧 变深了 第二天用过早膳 我抱了枇杷 正想去烟波亭 可是走到昆宁宫门口 又反身折了回来 正在收拾内室的浩月不解地说 小姐 您怎么回来了 王阳子英 将琵琶收进木匣子中 解下身上的灰色鼠锦披风 默默地坐在窗前 望着窗外 明媚清新的天空 不作声 浩月端上银耳冰糖燕窝粥 放在我面前 小姐先喝了吧 我端起浅口白玉莲花碗 用银齿 搅了搅里面的粥 又放下 浩月上前接过 小姐不烫 正好的 说完 又要递给我 不了 我现在不想吃 你去把慧菊叫来 娘娘 您找我 慧菊站在我的面前 手上还拿着浮沉 我看了一眼身边的浩月 他们说 你们几个先去忙吧 慧菊 你陪我说说话 浩月看了我一眼 眼中满是疑问 还有一些担忧 可她见我只笑 便没有多问 就带着其他人出去了 慧菊奇怪地看着我 娘娘 我慢慢地燃起花梨木 巴仙桌上的百合香 停了一会儿 我才说到 慧菊 自从那日柳飞来之后 她再来过吗 啊 没有了 娘娘 之后 您不是送了子孙 伯伯给她了吗 之后就没有来了 娘娘 那小的便先下去了 一会儿 黄金又送来食材了 嗯 下去吧 我看到慧菊 就要走到门口的背影 突然说道 慧菊 你拿一套你的衣服来 再把浩月的腰牌 给我拿来 啊 娘娘 去拿吧 浩月在昆宁宫内 可以不用带腰牌的 还有 别和浩月说 啊 是 慧菊领命下去了 我端起了 已经有一些凉的燕窝粥 伸了两口 露出了一丝浅笑 慧菊拿来的 是一身银灰色的锦段侍女服 上面有朵朵浅粉的菊花 我从首饰盒中 挑出几枚除菊样的三花 把头盘成最简单的计 拿了浩月的腰牌 悄悄地离开了昆宁宫 许多年后 我再一次回忆起这天时 仍是有着深深的感触 是这一天 改变了我的生活 甚至 我的命运 我去了烟波亭 一路上忐忑不安 昨夜的那个男子 会是何人呢 这后宫中的男子 是不得入内的 特别是夜里 可是 他的声音 不像是皇帝的声音 张宣帝的声音 低沉 而且充满威仪 可是 昨夜的那个声音 却是温和的 听得他的笑声 仿佛是没有任何负担 只有清心寡欲之人 才有那样的笑啊 可是 深夜里 在皇宫里的男子 还会有谁呢 从那盏 迎他的宫灯来说 他应该 不是偷偷潜入之人 一路上 我就是这样 想啊想啊的 虽然 心里是很害怕的 可是自己 还是忍不住 想要去烟波亭 以前 常听人说 知音难寻 虽然没有交谈 可是听那人的销声 是那么的熟悉 曾经在那样的 一个夜晚 我也是听到过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就是他 我的知音呢 实在是忍不住我 虽然 我一直在跟自己说 林雪薇啊 你是一个 堂堂宰相之女 又是皇后 你不是已经决定 把这颗心 给埋葬了吗 不是一直安于过 现在这样平淡的 生活吗 不是不在乎 是否有人 能够听到你的情 你的销吗 可是 我忍不住啊 所以 我借了 汇局的宫女装 只是想知道 昨天晚上的 那个人是谁 会不会 也将烟波亭里 一个吹销的人 演为知音呢 心中暗暗发誓 如果没有人 我就再也不去 烟波亭了 就一心做一个 虚无的皇后 不在乎什么 包括 我的家族 还有几步 就能看到 烟波亭了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只是一曲 流水浮灯而已呀 为何现在 自己这样 不同寻常呢 近了 近了 我已经看见 烟波亭 随风飘摆的雨沙 可是 没有人呢 我的心突然空了似的 有一些闷 是对自己从此要承诺 真的避失而心存不甘吗 还是希望落空后的失落 我不知道 走进烟波亭 眼前一亮 在亭中的石桌正中 有一块白色平纹布包裹的物件 小小的 我小心的上前 忐忑的轻轻的打开 我一手捂住了自己就要叫出声的口 平纹布里 我的碧玉木兰簪 静静的躺在那里 散发着柔和的光 我洗的一把把它放在胸口 这时 一个声音在我的身后响了起来 看来 这件东西 是姑娘你的 是昨夜的那个声音 我回身 依旧站在雨沙帐外 隔着雨沙 我看不太清楚她的容貌 但是我知道 那是一张俊美到极致的脸 我心中仿佛有一朵小小的花 碰得绽开 嘴角不由浮上笑容 想起自己身上穿的是宫女服饰 她定是什么皇亲国戚 按照礼数 我应该向她行礼 于是我联盟行礼 可是又不知道 该怎么称呼她 许是看出了我的为难 她笑了笑 叫我起来 她告诉我 她叫沈熙贺 我心中一惊 她是欲望 你是 她问我 但是没有走过来 我们就是这么隔着连杖 彼此看不清容颜 奴婢是一个在此打扫的宫女 我低头 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随便说了一句 她笑了 摇了摇头 头上的紫金白玉冠反射的阳光 有一些耀眼 打扫的宫女身边 还有人服饰 问我 还是头一次见识呢 她细虑地笑着 却并无嘲讽之意 我轻轻地笑了 她察觉到我的笑 问道 你是皇上的妃子吧 你不是柳妃 也不是合妃 丽妃 安平 卢贵人 她说出的 都是现今在张宣帝身边 最得宠的女子 我摇摇头 我只是宫中 一个不得宠的女子 王爷 您不用猜了 听你的声音 想必是 性情温暖之人 她笑了笑 就地坐在亭子的阶梯上 啊 王爷 坐到石灯上来吧 不来 她背对着我 摆摆手 这样 你就不用怕我看到你的容貌了 我若真的进去 不论你我 可都犯了功亏 你也坐吧 我缓身坐下 不知说下什么 昨天那首曲子 叫什么 她突然开口问道 声音轻远 叫做流水浮灯 我轻轻地说着 好名字 她拿出销吹奏了起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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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